这期继续讲兄弟八十一篇,今天来不及叫对了,凑合看吧。 程市长,我是寇大鹏,我刚刚和万有才通了电话,他现在不在白山,去上海找投资去了。 是真是假我不是很清楚,您看要不要派人,寇大鹏向程千鹤请示道。 不用了,等到用他的时候再说吧,行了,先这样吧。 程千鹤倒是没有在意万有才在不在白山这件事,因为就在刚刚,文刚已经和他一起拟定了一个方法,釜底抽薪的方法。 万有才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,但是也说不上来,所以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去了上海。 但是到了上海之后,直奔机场去接佐茶宇,因为按照时间,佐茶宇应该是已经降落了。 快到接机口时,万有才准备了一束花,女人都喜欢这些调调。 买花这种事,万有才以前是不会干的,一束花赶上自己吃好几顿饭了,哪有那个闲钱。 这就是人的生活喜欢的变化,解决了温饱,就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。 我以为你不来接我呢,没想到这么早就等在这里了,怪。 佐茶宇看到万有才后,过步的行李车,一个剑步上前搂住了万有才的脖子,同时跃起,将自己的双腿夹在了万有才的腰间,整个人的重量都落在了万有才的身上。 想你了吗?不早点来,哪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你?万有才也学会甜言蜜语了,说道。 佐茶宇很高兴万有才的表现,在万有才的脸上亲了一口,在他耳边说道,我们去酒店吧,我都受不了了,在英国时我就等不及了。 万有才笑笑,点点头,推起行李车,佐茶宇挽着他的胳膊,一起向门外走去,上了出租车后,直奔市区的豪华酒店。 这一路上佐茶宇一直都是紧紧抱着万有才的胳膊不撒手,好像自己一撒手万有才就要跑了似的,因为有司机在,万有才也不好说什么,直到下了车。 万有才搬运行李,而佐茶宇早已前面走着,去了大堂办理入住手续了。 服务生帮着把行李搬运到了房间,佐茶宇大放地给了一百元的消费,看着徐徐关上的门,直到听见咔嚓一声,门上锁了,佐茶宇转身朝着万有才跑去。 没用万有才动手,佐茶宇走到我也的身边时,就只剩下内衣了,可见佐茶宇的鸡可成度了。 万有才笑笑,按部就般地坐在床边,看着他,佐茶宇这时反倒是安静下来,因为他和他这么久了,知道他想要什么,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。 所以,只要是自己按照他的喜好行进,那自己就能得到的更多。 坐在床边的万有才,点了一支烟,而跪在他面前地毯上的佐茶宇已经解开了他的腰带。 万有才说道,我先去洗洗吧,一天没洗澡了。 没事,我不嫌你,我就喜欢你的味道,越浓越好。 佐茶宇甜甜地笑着,说完,低下头去,将万有才纳入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 万有才拿烟的手哆嗦了一下,将烟掐死在了烟灰缸里,同时躺在了大床上。 而佐茶宇直起了身体,跪在床边,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万有才。 我就知道,你很有天赋,这么几天没见,你又有进步了,还懂得了这么多技巧。 不会是找了几个洋人伺候你吧? 万有才开玩笑道。 佐茶宇没吱声,只是在万有才的大腿上打了一下,但是没停下自己手里的活。 把万有才撩拨的大气频出,眼看就要爆发了,这个时候万有才才把佐茶宇拽了起来。 佐茶宇浮在他的身上,俩个人都在喘息,佐茶宇在等待。 等待万有才把刚刚升起的欲念降下去,只有那样,他才能回过头来收拾它。 我没有找洋人试过,但是我没少看洋人的电视节目,一到晚上,夜深人静了。 电视里都是成人节目,想不开都没其他的节目了,所以,就照着学学呗。 怎么样,我这个海外学成归来的人,让你感觉还好吧。 佐茶宇妩媚地问道。 嗯,不错,要是中西结合就更好了,你刚刚似乎用的都是西方的吧。 万有才说道。 什么呀,我都用了,是你贪心,你行不行啊,我都等不及了。 佐茶宇像是一只痘虫一样,在万有才的身上,蜿蜒爬行着。 万有才微微笑了一下,一翻身,将佐茶宇压在了身下,就在他爬上来的时候,早已把自己完全解放了,身上没有了任何的羁绊,一切都成了最自然的表现。 佐茶宇在欧洲的这段时间,不但是想念万有才的人,还想念万有才的手。 可以说,万有才的这双手足以征服任何一个女人,因为她的这双手的魔力不亚于几十片药。 所以,每每万有才的手在佐茶宇的身上驰骋时,佐茶宇都会感觉到像是有上万只的蚂蚁在他身上蠕动,让他浑身痒得不得了。 而且这种痒不是皮肤的痒,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痒,让人没有办法忍受。 云收雨柱,佐茶宇像是散了架一样躺在大床上,呈现出来一个大字,浑身抽搐。 时而还会翻一下白眼,万有才知道他的习惯了,所以没去管他。 但是第一次这样时,还真是吓坏了,他没想到女人的高超是这样的表现,其他的女人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表现。 渐渐地,等到佐茶宇复原了,万有才才敢和他说句话。 没事了吧? 嗯,哎,坐飞机十几个小时,就是为了一次这种过电的感觉,真是爽死了。 多想天天都有这种感觉,要是那样的话,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 佐茶宇艰难地爬起来,爬到了万有才的身边,像是一只猫咪一样依偎在他的身下。 看到了万有才还没穿上衣服,又主动地伸出舌头,为万有才做了一个深度清洁。 惹得万有才恨不得再次把他按倒在了大床上,但是此时肚子里咕咕叫了。 刚刚的活动量可不小,要出去吃点东西了。 回来继续吧,现在饿了,我带你出去逛逛上海滩。 吃点东西,怎么样? 万有才说道,嗯,我去洗个澡,很快。 佐茶宇慢慢下了床,但是因为刚刚霜,腿被万有才劈得太厉害了, 所以现在合起来反而是有些疼了,差点没摔倒。 万有才一把扶住了他,说道,你慢点啊,怎么了,哪里不舒服吗? 佐茶宇白了他一眼,说道,废话,我又没练过舞蹈,都被你掰成一字码了,能不疼吗? 思南下接到了省公安厅的电话,感到很奇怪。 省公安厅的领导要听取关于成功的案子的汇报,指明要刘震东去省里做汇报。 把这个案子的来龙去卖讲清楚,称有人把这个案子捅上去了,省里领导很重视,想要听取一下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。 思南下当即就顶了汇区,他的意思很简单,这案子没什么特殊的,就是一般的经济案子,不需要向省里做汇报。 再说了,现在办理案子的同志们很辛苦,没时间。 思书记,你也别为难我好吧,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,涉及到谁,你我心里都有数,你这么搞。 我真的很为难,不就是汇报一下吗?又不是什么复杂的事,对吧? 省听得很客气地说道。 思南下无奈,现实就是这样,当你想干成一件事时,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给你添麻烦,结果就是,让你干不成。 这就是所谓的内耗,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来说,内耗的危害,都是远远大于外部的威胁的。 可惜的是,内耗依然存在,且从未停止过。 书记,这不是什么阴谋吧?去省里做汇报,这么一个案子,还用得着去省里汇报吗? 刘震东也不想去汇报,主要是不想去面对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。 没办法的是,你整理一下材料,去汇报吧。 我这边不能停,连书记已经在开始找人谈话了。 既然成功那边不好攻破,那我们就农村包围城市好了,从外围入手。 我就不信这些人都是铁板一块,只要是打开了任何一块,都能慢慢推进。 还是你说的那句话,只要是有了这些证据,就算是领口供,也会把它送到牢里,把牢底坐穿。 思南夏狠狠地说道, 哎,好吧,我去汇报,但是成功的案子不能停,我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。 成功的这个案子一旦停下来,再想启动就难了。 刘震东说道,我知道,你不就是去做个汇报吗,又不是去了不回来了,去吧,快去快回。 思南夏说道,刘震东无奈,只能是开车,带着一个助理去了省公安厅汇报工作。 刘局,汇报完,我们今天还回来吗? 助理问道,不知道呢,这样吧,我去汇报,你在外面等着,去找家酒店休息一下。 汇报完了我给你打电话,到时候看看是回来还是住下,如果很晚了,就住下。 如果时间不是很晚,咱们就回来,你先去休息,做好晚上开车的准备。 刘震东说道, 好,我知道了。 助理说道, 刘震东的车没进省公安厅的大门,直接就走了,刘震东在门口做了个登记,拿着公文包进了省厅大楼,说明了来意后,直接被带到了一个会议室等着。 这一等就是两个小时,刘震东虽然心急如焚,那么多事等着自己去做呢,但是光是等领导接见,耗去了俩个小时,问题是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还要耗去多少时间。 拿出手机翻了翻,给丁长生打了个电话。 喂, 喂,丁菊,你那里吃午饭了吗? 刘震东问道, 没呢,你这会闲着了,给我打电话。 丁长生问道, 闲着? 我哪有时间闲着? 这不,被滴流到省厅来了,说是省厅的领导对这个案子很重视,要亲自听取汇报。 这不,马不停蹄地来了,一辆就是两个小时,到现在都没见到领导的影子呢。 刘震东发牢骚道, 呵呵,都一样,国内的效率问题,再说了,让你等着,这也是要磨练你的心性。 领导说不定这会中午喝多了,还没醒酒呢?正常,等一下吧。 不过,成功的这件事,他还有翻盘的希望吗? 丁长生问道, 这是不是很清楚? 你也知道,要是都讲法律的话还好办,问题是,权大于法的是太多。 所以,不到最后,我也不敢说到底会怎么样。 最近你还回国内吗? 刘震东问道, 嗯,要回去啊,年前我一定会回去的,每年都是一样,给我父母去烧纸上坟。 丁长生说道, 好,那就到时候见吧。 刘震东话未说完,有人推门进来了。 刘震东只好匆匆和丁长生道别了。 刘震东看着进来的几个人,但是都不像是省厅的领导,他不是没来过省厅汇报工作。 对省厅的领导还不熟悉吗?但是眼前的这几个人,没有一个是熟悉的。 你们是? 刘震东问道。 刘震东同志,请你把枪交出来。 对方冷冰冰地说道, 我是来汇报工作的,不是来抓罪犯的,所以,没带枪。 刘震东一字一句地说道,他后悔不该挂掉丁长生的电话,要不然也可以给丁长生报个信,现在看来,情况似乎不是很好啊。 那人不信,朝着的门口的人使了个眼色,那人上前强制把刘震东的身上摸了一遍,摇摇头,站在刘震东面前的人才松了一口气。 随即拿出了一张纸,对刘震东说道,刘震东,有人举报你利用办案的机会索要贿赂,贪污所在单位的公款,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调查,希望你在规定的地方。 在规定的时间内,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,明白吗? 刘震东脑袋一蒙,他知道,自己今天算是被阴了,这些人连去白山的路费都省了,直接把自己骗到了省厅来双规了。 看来这后面的日子不好过了,你还没告诉我,你是谁? 刘震东把手里的包一扔,扔到了桌子上,咣当一声,问道。 那人看了一下刘震东,说道,我们是省厅纪委的,可以了吗? 跟我们走一趟吧,到了说话的地方,自然有你说的,现在就不要这么多废话了,把他的手机收了,关机。 刘震东不想做无谓的反抗,他明白,省厅的人也不是傻子,自己做没做那些事,他们很清楚,说到底,这件事很可能还是和成功的案子有关系,那自己抓了。 这等于是给思南下来了一个釜底抽薪,等到自己自己的视察清楚了,成功的案子早已把该原的都圆起来了。 刘震东被蒙上了眼睛,带到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,这里是省厅纪委的一个据点。 刘震东的头套被拿下来之后,适应了好一会,才睁开了眼睛,看着眼前的一切。 这是一个审讯室,四周的墙壁上安装了一米八高的海绵,就算是想要撞墙死,都是不容易的。 进来了一个中年人,夹着一个笔记本,当然了,还有刘震东的那个包。 看到万有才站在一旁,那人坐下后,指了指椅子,示意刘震东也坐下,刘震东坐下后,翘着二郎腿,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想把自己怎么样。 自我介绍一下,我姓季,季伟的季,你可以叫我季组长,我是负责你这个案子的。 咱们最好是合作愉快,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讲情面的,所以我有个外号,叫季阎旺。 刘震东听着这人的自我介绍,没吱声,他不是平常人,他是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,所以,对这些人的手段了如指掌,在没有分出胜负之前,还是要保存体力比较好。 说吧,你自己说出来,对你有好处,你不说,被我找出证据来,那就没有争取轻判的可能了。 我会把你的态度写进去,这也是判决的标准,主动交代和顽固不化是两个概念。 季阎旺冷笑着说道,刘震东看了看他,问道,他们给了你多少钱? 我正在办一个案子,眼看着这个案子就要告破了,他们来了这一招,我就想知道,你收了多少钱,居然连这种脏货都结。 季阎旺一向是以清廉自居的,听到刘震东这么说,顿时火冒三丈,看着刘震东,说道,每个进来的人,开始时嘴都很硬,但是在我的手下,没有人挺住三天的。 我也想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,随便,不过你要记住了,办案子是要讲证据的,如果你找到关于我的证据了,那好,我不认你也可以上报,对吧,但是你要是想依靠那套所谓的刑罚对付我,对不起,你找错人了,老子连毒贩的刑都受过,还怕你吗?有本事放马过来,我要是哪天清白出去了,你小心你的后半辈子就行了。 刘震东微微一笑,露出了一嘴的白牙,再加上那冷笑,让季阎旺都感觉到有些不寒而栗,但是自己接了这个活,那就得接着干下去,而且干完这件事,自己上面的路就通了,说句实在话,官场上,谁不是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爬的? 说好听一点,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,说难听一点,那就是你不踩别人,别人也会踩你,所以,那就看谁的脚快,谁的心狠了。 季阎旺得到了一个承诺,只要是把这家伙干趴下,无论死活,都可以爬上去。 所以,刘震东的尸体就是季阎旺的垫脚石,这年头,抑郁正死的官员很多,不是得抑郁正死的,到了那边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,所以,连怎么个死法,季阎旺都替刘震东想好了。 刘震东的助理一觉醒来,已经是晚上十点了,看看手机,居然没有局长刘震东的电话进来,看了看手机电池以及信号,都没问题,这才确定刘震东确实是没给自己打电话。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,眼看都要十二点了,这才觉得是不是该给刘震东打个电话问一下,但是电话打过去一直都是关机,这太不正常了,因为刘震东曾经说过,作为警察,永远都不能关机,即便是在家里休假,也得保持二十四小时畅通才行。 可是,他现在居然关机了,这的确是有些问题,于是他就这么一直打,一直到到了凌晨三点多了,还是关机,助理犹豫了一下,打给了安风山,因为他知道刘震东和安风山的关系很好,自己的职位不够高,安风山好歹也是个分局的局长了,这是告诉他想想办法,看看怎么才能联系上刘震东呢? 他的手机不会丢了吧?安风山也是一愣,从被窝里坐起来,问道,不会,就算是手机丢了,也会给我打电话,或者是给你打电话吧,我的号码他都记得,我担心会不会出什么事了?助理非常焦急地说道,这是,难说啊,你确定他是去了省厅汇报工作了? 安风山有些疑惑地问道,这还用保证吗?我是亲眼看着,他进去之后,我又离开的省厅大门,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消息,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任何的消息,安局长,你想想办法吧?助理都快急哭了,好好,我知道了,这样,你先挂了电话,我这就去单位,我来想办法吧? 安风山说道,安风山穿好衣服出了门,坐在客厅里,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一遍,但还是想不起来,像谁汇报这件事,像是领导汇报这事吗? 一来自己没有是领导的电话,二来,这时候还没最后确定下来,自己贸然去汇报,会不会太仓促了? 想来想去,安风山给陈尔淡打了个电话,告诉了他这件事,陈尔淡也很吃惊,但是却不敢怠慢,立刻把这事汇报给了丁长生,丁长生此时刚刚吃完了晚饭,正在草场上散步呢,就接到了陈尔淡的电话。 几个小时之前,我还和他通过电话呢,妈的,看来我要提前回去了,我知道这事了,现在的问题是要知道刘震东在哪里,别被这群玩意给暗地里坑害了,否则,再后悔就晚了。 丁长生叹口气说道,那怎么办,我们现在是两眼一抹黑啊,也不知道他在哪里,怎么找? 陈尔淡说道,丁长生停下了脚步,说道,这样吧,你先去省城待命,我打几个电话,到时候再联系。 陈尔淡立刻答应,自己立刻开车去省城等着,有事随时联系。 丁长生本想立刻给思南夏打电话,但是看了看时间,没有打,因为此刻离思南夏起床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,所以他不想这个时候就打扰思南夏。 越是这个时候,越是要注意细节,这是丁长生的好习惯。 丁长生一边走回自己的住处,一边联系了商务包机,等着定时的航班已经来不及了。 他不许自己有后悔的事情发生,所以必须要尽快赶回国内,以他对刘振东的了解。 不会无缘无故地失联这么久,这说明,刘振东一定是出事了。 虽然丁长生没给思南夏打电话,却给万有才打了个电话,万有才此时还在上海。 昨晚和左茶与黑修的次数太多,连他也有些虚脱了,所以当手机响起时,他不想接。 可是手机在不停地响,谁啊,这么烦人。 左茶语嘟嚷道,不知道,我看看,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吧。 万有才说着,站起来去接听了电话。 你好,哪位? 万有才拿着电话出了卧室,去了客厅。 有才,卧室丁长生啊,打扰你休息了。 哦,丁先生,你等一下,我给你打过去。 万有才说完就挂了电话,然后用厨师老杨的手机给他打了回去。 丁先生,我前段时间被人跟踪过,我也不知道我的手机是不是被人监听了。 所以,除了这个号码外,我要不停地换号码,小心为上吗? 万有才说道,监听? 谁监听你? 丁长生皱眉问道,很可能是市局的人,就是他们跟踪我的,还在我的车上安装了跟踪定位器,也不知道这些人想干嘛。 万有才无奈地说道,是,刘振东他们干的。 丁长生皱眉问道,他是想和万有才说刘振东的事,万一这事是刘振东干的,那万有才是肯定不会帮忙的了。 不是,很可能是杨承安干的。 丁先生,这么早找我,有事吧? 万有才这才把话题拉了回来。 嗯,是有些事想要你帮忙,成功的案子你都知道了吧,感谢你提供的那些材料,但是现在,需要那些材料的元件,那样才能达到目的。 我希望你能说服左剑东,把这些材料交出来,否则,他就没机会再交出来了。 到时候,成功会上门找他要的。 丁长生说道,万有才一愣,问道,什么意思? 刘振东昨天去了省厅汇报工作,但是一直失联,我想,他是被人设计了,被骗到了省里。 我正在等飞机飞回国内,如果成功能翻盘,刘振东就危险了,你也是一样。 我虽然没参与进来,但是有才,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,你现在不和我站在一起,你就更加的危险了。 丁长生说道,我怎么感觉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? 万有才笑笑说道,呵呵,有才,患难见真情,就看你的了,你要是想和我站一条船上,就做好你的事,帮刘振东一把,到时我不会亏待你的。 丁长生不紧不慢地说道,丁先生,你放心,这是不用考虑,我一定会帮你和刘局的,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,就这样吧,我现在就联系左剑东。 万有才一口答应,没有任何的犹豫,这让丁长生很满意万有才的态度,是不是真的干那是另外一回事,至少现在来看,万有才是认真的。 丁长生挂了电话,看看手机,给思南下拨了过去,此时思南下应该已经起来了,如果不出意外,应该正在打太极拳吧。 司书记,我是丁长生,这么早打扰你,没耽误你打拳吧?丁长生笑笑,问道,明明知道打扰我了,还这么说,这么早就打电话,一定是有事吧? 思南下问道,嗯,确实是有事,刘震东可能出事了,就在我给你打电话之前,我又给他打了电话,还是关机,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过,他的手机一向都是24小时开机的。 所以,我担心他出事了,去省厅汇报工作,不会是这个后果,但是他的助理说他就是去了省厅汇报工作,这么说来,一定是在省厅里出事了。 丁长生说道,思南下听到这个消息,第一感觉是不可能,怎么会呢?那可是省厅啊,他们能这么胡来吗? 消息属实吗?思南下问道,现在没有任何的消息,不过想想刘震东前面做的事,对方很可能也是不讲规矩的,这都是有可能的。 所以,司书记,我看这事,你还真是要跑一趟省厅要人,至少要知道刘震东在哪里,我待会就要起飞了,直飞上海,随时和我联系吧。 刘震东对你我来说,都不能出任何的意外,司书记,人家这是来得府邸抽薪啊。 丁长生说道,我明白了,你放心吧,我会处理好这事的,妈的,这些人真是狗胆包天啊。 思南下说道,司书记,那我就先挂了,到国内我去找你喝酒。 丁长生笑道,好,我等着你。 思南下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温情,他的愤怒可想而知,不是因为省厅的人把刘震东给扣了,而是因为省厅的人把自己给耍了。 因为这还是自己把刘震东给派去的,要是早知道是这样,自己就该派别人去汇报了。 对方要求必须刘震东去的时候,自己就该警觉,但是自己没有想到这一层,所以导致了现在的被动局面。 天还没有完全亮,思南下的车已经开始向省城出发了,他要赶在省厅的领导们上班时堵住他们,省得自己又被这些人给糊弄了。 万有才回到了卧室里,左茶宇伸出一截藕臂,想要抓万有才,万有才没有让他失望,主动地坐了过去,掀开了被子,钻了进去,一翻身,再次将左茶宇压在了身下。 你坏死了,还要啊,我都受不了你了,要不我叫个人来帮我吧。 左茶宇似笑非笑地问道,帮你?谁来帮你,可别开玩笑了,有你就够了。 万有才说道,是吗?我够你吃的吗?我再给你找一盘新炒出来的菜,不好吗? 左茶宇问道,万有才这时候可不想惹恼了左茶宇,连连推辞,最后说道,别闹了,我有正事要和你说呢。 你还有正事吗?左茶宇讥讽他道,嗯,你回来之前,你哥对你说什么了吗? 万有才问道,嗯,你想知道什么? 左茶宇问道,比如,那些材料的原件在哪里,你知道吗? 万有才问道,你问这些干什么? 左茶宇警惕地问道,万有才把丁长生给他打电话说的那些是说了一遍,左茶宇却说道,你是说那些材料能救刘震东,对吧?那我哥呢?谁来救他? 看到万有才一副不解的样子,左茶宇说道,我知道那些东西在哪,但是那些东西是我哥的救命本钱,他也不想一辈子吃面包喝牛奶,他还想着回来呢。 如果谁给他一个承诺,他回来后政府不再追究那些事了,那么那些材料他可以交出来,否则,他也只能是自己雇自己了。 自己雇自己,什么意思?万有才问道,很简单,那些东西他是可以卖的,一个亿,价格不高吧,要是真的能正死成功,成功的资产可不是一个亿两个亿那么简单吧,所以,这笔买卖还是很值的。 左茶宇说道,万有才一听,说道,让他们买,那是不可能的,他们没钱不说,就算是有钱,谁来买,谁来拿这个钱? 丁长生啊,这是不是丁长生给你打的电话吗?他有的是钱,我听成功说过,丁长生是很有钱的,所以,无论是丁长生买,还是思南下给我哥一个承诺,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,就看他们做不做了。 做,那是真的关心刘震东的死活,不做,那即是虚情假意了,你和他们以后也小心点。 左茶宇还说道,左茶宇说的这些话,万有才居然无言以对,笑笑,摸了一下左茶宇的头发,说道,我的小茶宇也学会做交易了,不简单,出去留洋这一次,果然是没有白去啊。 你少来,我哥还说了,让我最该小心的就是你,你太坏了。 左茶宇撒娇说道,那你说说,我哪里坏了? 万有才说着,把手伸向了左茶宇,左茶宇笑着躲开了,但是床就这么大,他能躲到哪里去? 所以还没逃出去,就被万有才抓了回来,俩个人正在嬉闹呢。 此时门铃响了,万有才一愣,自言自语道,谁呀这是,打扫房间也不用这么早啊。 去开门,说不定是个惊喜呢。 左茶宇笑笑说道,万有才知道,肯定是和这丫头有关系,还会给自己惊喜,不是惊就不错了。 于是裹上睡衣去了门口,从猫眼一看,我靠,不是吧。 万有才打开了房门,门外正是东张西望的国家,俩个人都是一愣,几乎是同时问对方,你怎么在这里? 废话,进来,左茶宇在里面等你呢? 万有才说道,国家犹豫了一下,还是走了进去,一边进去,一边打量着万有才,一副警惕的样子。 万有才很想从他身后抱住他,但是左茶宇在里面呢?他没敢。 左总,你都有人陪了,还叫我来干嘛? 郭家推门,进了左茶宇的卧室,说道,但是他没想到,左茶宇此时正在光着上身,坐在床头,抽万有才留下半截烟呢。 郭家虽然和左茶宇很熟了,但是看到这一幕,再看看地上一团一团的卫生纸,还是感觉到有些不好意思,掉头想要出去,但是被身后的万有才拦住了。 进来了还想出去,有那么好的事吗?万有才推着郭家进了卧室,走到了左茶宇的面前,虽然和左茶宇关系很好,但是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他的身体。 在白山,你们俩偷偷摸摸摸地,多不过瘾,我亲自给许亮打了电话帮你请假,把你叫到这里来陪我,你还不感谢我,你和他的事我又不是不知道,害羞什么。 你们可以尽情地玩,想怎么玩就怎么玩,等你们玩够了,我们再一起回白山,好不好。 左茶宇也不管万有才和郭家,就在自己面前,光着身体从床上下来,走向了洗手间。 没想到你还真是体贴啊。 万有才笑道,那是,像我这么好的女人你去哪找,还主动帮你找女人呢? 你的那些女人里没有吧? 左茶宇走过万有才的身边时,伸手在万有才的下巴上捏了一下,这就是当着郭家的面在调情了。 左茶宇走进洗手间去洗澡了,门外的万有才开始不老实了,对郭家动手动脚起来。 开始的时候,郭家很不愿意,一直都在躲避,但是被万有才逼到了墙角。 你干嘛,左姐就在屋里呢?你这样让我很难看。 郭家说道,去顾忌脸面,原来人在这种情况下是真的可以不要脸的。 所以,当万有才趁虚而入时,郭家是半推半就的,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出这一步。 本来是为了自己老公的升职,有那一次就可以了,可是自己后来做的事,却不是一次就完事了,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送到了他的身边。 他发现现在自己已经是欲罢不能了。 真的吗? 哪里想我了? 万有才一只手撑着,一手掰开了郭家的眼睛,不许他闭着眼和自己说话。 哎呀,你就别为难我了好吧。 郭家耍着小杏子,称道。 万有才笑笑,心想,来日方长,慢慢来,一下子把他调教成左茶语那样的,也不现实。 于是起身下了床,但是却并没有离开,而是一弯腰,抱起了郭家。 你你你,你干嘛? 干嘛,还能干吗?去洗澡啊,你看你身上出的这些汗,不惜洗吗?多难受。 万有才强迫着又和郭家洗了一个鸳鸯浴。 我有那么可怕吗? 万有才看着躲在一旁的郭家,拿着花洒不停地往他身上喷水,而郭家就躲在一旁,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。 万有才笑笑,不再逗他了,自己洗完出了洗手间,裹着浴巾去了客厅,看到左茶语正在沙发上做着敷面膜。 完事了。 左茶语问道,还是很矜持,放不开啊。 万有才点了支烟,说道。 左茶语没理他,说道,你洗澡的时候,你的手机响了,我没看,不知道是谁打来的。 万有才一听,立刻去拿了手机,一看,是安丰山打来的。 万有才想起了丁长生给自己打电话时说的事,猜想安丰山打来电话也是因为刘震东的事吧。 喂,安哥,刚刚洗澡了,没听到你的电话。 万有才说道,刘局出事了,你知道吧? 安丰山问道,嗯,我知道,丁长生给我打电话说这事了,还给我布置了任务,我还没完成呢,你什么意思? 万有才问道,我没什么意思,只是听到一些消息,你在哪儿呢?在外地吗? 安丰山问道,嗯,我在上海呢,要我帮忙吗? 不是,你要是在外地,就过段时间再回来吧。 成功出来了,送进医院了,我也是刚刚听说呢。 所以,而且局内已经有不少的小道消息,说那些材料都是你从左建东那里得到的。 然后转给了刘局,现在刘局被省厅纪委扣住了,下落不明,你就不要立刻回来了。 而且,要是能出境的话,还是不要待在国内了,跨地区抓人的事不是没有,你好自为之。 安丰山说道,有这么严重吗? 万有才皱眉道。 嗯,我听说这背后是常务副省长文继君的公子文刚在操作这事。 但是,你想想,这是多深厚的背景,所以,这一次刘局的下场,我很担心。 安丰山说道,嗯,我知道了,谢谢。 万有才说道。 挂了电话,万有才走到了客厅里,对正在做面膜的左茶宇说道,不要做了,立刻订计票,去香港,成功出来了,下一步不知道会不会报复我们,现在可以确定的是,刘震东被扣起来了。 下场如何,没有定论呢? 什么? 左茶宇一愣,一下子站了起来。 所以,打蛇不死反受其害,我们先离开内地再说,至少他不能指挥警察到处抓我们。 一旦抓到我们,你就是有再多的东西,都难以翻身了。 万有才说道,左茶宇有些慌了,他没想到事情会到这一步,于是立刻去订机票了,准备坐最近的一班飞机飞往香港,否则,就很难说下面会怎么样了。 庞大的政府机器一旦启动,效率还是很高的,成功能出来,那就证明刘震东彻底失去了控制的能力。 可以说,自身难保,都是有可能的。 私难下在省公安厅的领导上班之前赶到了,直接在省厅大院里等着,一直到了九点,领导们才陆续地来上班了,私难下大不留心地进了省厅大楼。 这里,已经有不少人在等着见省厅的厅长了,但是私难下管不了这么多,直接撇开其他人,要进办公室,但是被秘书拦住了。 我是白山市委书记私难下,怎么,也要和他们一起,在这里等着进见吗? 我见省委书记都没这么费劲,你们厅长比省委书记的谱还大吗? 私难下质问道,此时,办公室门打开了,那人笑着说道,我当是谁呢?原来是私书记,你怎么搞的?不认识私书记吗?一边待着去。 省厅厅长一边笑脸和私难下打着招呼,一边把自己的部下骂了一顿。 私难下没理会,那名工作人员,直接进了省公安厅厅长安如墨的办公室。 安如墨是从外省调到中南省来的,素来是以老好人的面目示人,很少听说他有什么动作。 这一次,私难下实在是摸不清他到底是想干什么。 私书记,这么早就来找我,有事? 安如墨问道,安厅长,我是来要人的,昨天我的一个副局长来省厅汇报工作,但是接着就失踪了。 到现在,我也没得到任何的信息,你得给我个交代吧。 私难下问道,安如墨一脸的猛逼,没想到一个市委书记来找自己是为了要人,但是这件事自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私书记,你没开玩笑吧? 安如墨收敛了笑容,一脸严肃地问道, 安厅长,你觉得我会没事吃饱了撑的,开车三百多公里到这里来和你开玩笑吗? 私难下说道,安如墨看到私难下, 也是一脸的严肃,顿时觉得这是有些不同寻常,于是拿起电话叫来了自己的秘书,但是秘书也不知道这事。 安如墨看向私难下,那意思是,你看我的秘书也不知道这事,怎么可能呢? 私难下挥挥手,示意秘书出去,秘书看看安如墨,带到安如墨点点头出去了。 私难下说道,安厅长,我说句不好听的话, 看来是有人在背着你搞事情啊,既然你不知道这事,那就好办了,能扣留地级市局副局长的人也就那么几个部门,无非是督察和纪委。 这两个部门最有可能,安厅长,你问问这两个部门吧。 安如墨现在是一脸的黑脸,虽然自己来了中南省的省厅后,一直都是和众人相安无事,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做了这件事,而自己却不知道,他们这事把自己当猴耍了。 于是,安如墨当即拿起电话,按照私难下说的,给这两个部门都打了电话,结果纪委的人承认,是他们扣留了刘震东。 省厅纪委书记,带着纪延望,到了安如墨的办公室里,安如墨当着私难下的面问道,刘局长呢? 在城外的秘密据典里,纪延望回答道,来的时候,纪委书记就交代好了,让纪延望一个人承担下来,因为这件事,作为厅纪委书记,他都不知道,不过他已经发完火了,就是一句话,谁答应做这事,谁来承担责任? 你知道这事吗?安如墨问纪委书记道,我也是刚刚知道,他瞒着我做的,至于是,受了谁的指派,你来告诉安厅长吧。 说完,纪委书记看向纪延望,说道,你真的不知道吗?安如墨问纪委书记道,我真的不知道。 好,你出去。安如墨说道。就这样,屋子里剩下了三人,思南夏和安如墨,以及这个纪延望。谁让你干的?知道组织程序吗?安如墨怒道。 知道,是闻省长的秘书霍金城打的电话,还有闻刚也打电话了,他们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把刘振东扣住,至于扣什么罪名,让我自己看着办。 纪延望好像一点都不害怕似的,回答起来还振振有词,可能是以为安如墨和思南夏听到这样的汇报会害怕吧? 毕竟这件事背后是谁指使的,自己已经说了。所以,你就照办了。 安如墨站起来,走到她的面前,问道。 是,我也是没办法。 没办法?什么意思?你是哪个单位的?你该听谁的,是听你单位领导的,还是谁的官大听谁的? 霍金城是个什么东西?他是干什么的?文刚又是谁?都是你的领导吗?他们给你发工资吗? 安如墨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,自己是省公安厅的领导。 自己的部下居然背着自己帮别人制造冤狱。 这是传出去,自己这个领导不是傀儡是什么。 领导都是有脾气的,只是领导的脾气不是随便发出来而已。 就在安如墨的气性达到了顶点时,她还是没忍住,一个耳光打在了纪颜旺的脸上。 纪颜旺很明显是没有防备,差点被安如墨打倒在地。 她很显然没有料到安如墨会动手,捂着一张脸,斜着眼看着安如墨。 安如墨的愤怒还没下去,指着她的鼻子说道, 看什么看,前面带路,我倒是想看看你都干了什么事。 天道好轮回,前几天刘震东还在折磨成功,把成功折磨得不成样子,不给水喝,不给饭吃,不让睡觉,现在轮到她了。 当思南下和安如墨在郊区的秘密据点找到刘震东时,刘震东也是一样,被锁在铁椅子上,衣服湿搭搭的,领导们要是早来一会, 就能闻到这屋里臭气熏天,刘震东的屎尿也拉在了裤子里了。 震东,震东,你没事吧? 思南下上前扶起了刘震东搭拉着的脑袋,问道。 他也是干纪委出身的,也知道这些手段,这是多亏自己来得及时,否则,后果不堪设想。 刘震东刚刚一时已经恍惚了,但是被思南下这么一叫,又渐渐恢复了知觉, 张开爆皮的嘴唇,说道,水,给我水喝。 刘震东被送进了医院治疗,虽然没有多少外伤,但是内伤是少不了的。 所以,刘震东在省城的治疗还需要一段时间,相较于成功,刘震东的伤药轻得多。 因为从一开始的目的不同,刘震东折磨成功,要的是口供,是他和左建东做生意的证据,以及做的那些生意都是和哪些人做的交易。 但是寄阎王的目的不是要口供,而是要把刘震东逼疯了,要他自杀,这样的目的,就要求身上不能有太多的外伤,那样的话,就很容易败露。 所以,这些人也不是没脑子,而是脑子没用在正地方。 震东,你安心养伤,不会再有人找你麻烦,你要是觉得这里不安全,就回白山治疗,条件不比这里差。 思南夏说道。 刘震东点点头,说道,还是回白山吧,我不放心案子的事情。 思南夏叹口气,想要说,但是没说出来,只得点头同意了刘震东的意思。 在这里做了一下简单的检查,然后用救护车,直接送回白山治疗。 思南夏本想去省委,找省委书记汇报一下这件事,但是想了想,一切都还没有定论。 自己这个时候去嚷嚷,也没多大意思,所以,还是要回去,暗地里下砍刀。 比什么都来得实在,既然对方没有证据,都可以胡乱抓人,那么自己这边有证据,干嘛不能大干一场。 他已经想好了,这一次,一定要做到让对方感觉到肉疼,原来是想着从成功入手。 但是眼下看来,成功那里不好入手了,文继君不惜派来自己的秘书和儿子向自己施压。 这都是尚不得抬面的,文继君可以完全不承认的,至少自己没接到过文继君本人的指示。 这就是这些老官僚的狡猾之处,自己能理解,但是既然你不出头,装糊涂,自己也会装。 万有才坐上飞机一路难逃,直到飞机在香港降落,他才安心了。 事实证明,他的惊觉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据安丰山的消息,市局的确是派出了人去上海。 仔细想想,除了万有才在上海待过一天之外,那些人去上海干啥。 接下来,我们该怎么办? 左茶宇问道。 怎么办? 等着吧,静观其变吧。 反正我们现在啥也做不了,就在这里玩玩呗,待会出去找点小吃。 我还没带你出来玩过呢,还有锅架,你们可以去血拼,我来出钱,怎么样? 万有才说道。 他们还是选择了四季酒店,万有才对这里很熟悉,但是左茶宇却心有余悸,因为就是在这里,自己和大哥左建东差点被成功派来的杀手杀死。 放心吧,没事的,有我在你怕什么?再说了,我们还多了一个人呢,对吧?郭家。 万有才问道。 郭家白了他一眼,没吱声,当左茶宇要他一起飞来香港时,他还犹豫过,但是也想到香港够购物,玩一玩,女孩子嘛,虚荣心还是有的。 所以,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着来了,直到住进了豪华的套房,俯瞰美丽的维多利亚港,他才觉得自己以前过的日子真是太平淡了一点。 杨成安轻轻地走进了成功的病房,成功本来也没睡,这个时候还是惊醒了,看到是杨成安,知道他肯定是有事要说。 去上海的人扑空了,他们去了香港,这就有些麻烦了,毕竟我们在那边没有执法权。 再说了,这事也不宜公开行动。 杨成安说道,他们都是小问题,就是把他们灭掉了,还有个左建东呢,所以,很麻烦,这事就先不要搞了,再等等。 但是,左建东和左茶宇,以及万有才,这是三个不定时炸弹,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炸响呢。 成功叹道,嗯,刘振东也回来了,就在下面的病房里,是思南下亲自去省城把人接回来的,省厅的人没能顶住,主要是他们没有做通厅长安如墨的工作,是思南下和安如墨把人放了的。 杨成安接着说道,一想到刘振东,成功就恨得牙根痒痒,气得浑身发抖,想想自己的遭遇,他简直就要发疯起来,但是没办法。 自己现在是自身难保,现在他们要做的不是报复,而是销毁一切对自己不利的证据,这才是当务之急。 先不管他了,你告诉我父亲,一定要给那些人打招呼,否则,那些事迟早还会牵连到我身上来。 成功心有余悸地说道,我知道,我已经向城市长汇报这些事了,但是你的事还没完,案子还没消,所以,你还是要小心点。 实在不行,我安排你出去吧,出去了就一切都解决了,其实你该早点出去的,现在再出去,就有些晚了,现在确实也不合时宜。 杨成安说道,我不走,也不能走,现在走了,一切的事就都坐实了。 成功说道,杨成安心想,现在白山有多少人盼着你走或者是死,奈何你不走,也不死,这些人夜里根本睡不着觉啊,而且思南下和连一城早已磨刀祸祸,看来是要对某些人下手了。 但是这些话自己不能说,只能是建议,成功要是想走,应该早就走了,还能耽误到现在吗?而且,这样的话只能对成千鹤说。 对了,还有件事,听说丁长生也回白山了,不知道消息是不是确实,我再去核实一下,到时候再来找你。 杨成安说道,成功一愣,随即说道,嗯,他是冲着刘振东回来的,如果不是刘振东出事,他是不会回来的。 这样吧,要是他真的回来了,你告诉我,我想见现他。 杨成安点点头,本想离开,但又停下了,问道,程少,你和丁长生不是朋友关系吗? 怎么就不能掰开了,揉碎了,说一下这里面的事情? 刘振东还能不听丁长生的吗?只要是这条疯狗住嘴,就等于是掰掉了丝南下的一颗牙,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准备自己的事了。 哎,我和他以前是很好的朋友,但是到了后来,因为柯子华的事情,我站在了华子这边,结果,我和他就渐行渐远了,再加上这个疙瘩没法解开,所以,我和他早已是面和心不和了。 成功叹道,嗯,这么说,实在是很可惜啊。 杨成安说道,没错,我不是没有做过修复关系的努力,但是他对我的成见太深,再加上在生意场上,大家也是有竞争的,比如万家装那快递,因为我的参与,让他至少多花了两个亿,你想,他心里能好受了。 想想这些,我做这些事干嘛,但是,我真的是想自己开发那块地的。 再说了,我当时也不知道那家公司是他的,要是知道的话,我宁愿不参与那块地的开发了。 成功说道,说到后来,成功都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废话了,于是摆摆手,说道,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了。 对了,给万有才下的套下好了吗?下好了,但是猎物却飞了,要不然我把他叫来,陪你几天,也好照顾一下你。 杨成安问道,不用了,我这里人多眼砸的,不方便,万有才早晚会回来的,下好套,等着他,我相信,他会很喜欢那个诱饵的。 我要你一击避重,必须要把这个案子做得扎扎实实的,必须是要坐实了万有才的罪名,让他进监狱。 成功咬牙切齿地说道,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你放心吧,只要是他咬耳了,我就不会让他跑掉的。 杨成安说道,成功恨万有才是有理由的,就在成功和杨成安商量怎么对付他的时候。 他此刻正在被左柴宇跨着胳膊游香港,疯狂购物呢。 哎,你们也太过分了吧,把我当成拎包的了,买了这么多,都让我拿着。 万有才,你一个大男人,就这么好意思吗? 虽然也给自己买了不少,但是看到万有才和左柴宇在前面轻轻握握, 而自己却在后面浑身上下都挂满了各种购物袋,郭佳还是提出了抗议。 万有才和左柴宇几乎是商量好了似的,回头看着郭佳,左柴宇说道, 你要是觉得自己吃亏了,我和你换换,你来挽着胳膊,我去帮你拿东西好吧。 郭佳撇撇嘴,说道,还是算了吧,我继续拿东西吧。 万有才不乐意了,说道,我有那么恶心吗? 郭佳没吱声,只是说道,我拿了这么多的东西,没法拍照,你给我拍张照吧。 说完把手机递给了万有才,万有才不明白买这么多东西有啥好拍照的。 于是接过手机给他拍了一张,然后,郭佳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了许亮, 告诉他自己正在陪着老板在香港买东西,还在一处商场拍到了一张佐茶宇的单人照。 意思很简单,就是让许亮放心,自己是在陪着自己的女老板逛街买东西,其他什么都没干。 女人在这个时候的智商是很高的,虽然她做得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,而是很复杂的事。 丁长生回到了国内后,得知刘振东出来了,而且还回到了白山,他没在省城耽搁, 直接回了白山,哪里都没去,直奔医院去看望刘振东。 没有问题吧?丁长生看到刘振东躺在床上正在输液,伸手紧紧地和刘振东卧在一起。 没事,不过我以为这次完蛋了呢,他们这次是想弄死我的,省厅的那个叫纪严旺的,一直都在劝我自杀,妈的,等老子好了,肯定饶不了他。 刘振东说道,丁长生没说话,而是抬头看了看陈尔淡,陈尔淡点点头,拿着手机出去了,他去干什么了? 刘振东不知道,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。那些不是你要操心的事,你还是先养好伤再说吧,我这次要在国内待一段时间,等到这件事处理完了再回去,过年估计要在国内了。 丁长生说道,那好啊,春节可以和你好好喝一杯了,只是这个案子现在办得加生了,下一步怎么走? 刘振东问道,嗯,这是我见了思南下再说吧,他这次的表现不错,还能亲自去省城把你抢回来,在以前可是没这么干过,要是在以前,像你这样的,废了也就废了,不可能还去省城舍脸把你要回来。 丁长生说道,他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,也是为了他,现在白山也就我这么拼命帮他干活,要是连我也不管了,那他在白山可就彻底成了顾家寡人了。 可以说,那么多人都看着他呢,他不得不这么做,舍了我,也就把他好容易树立起的一点微信给舍没了。 如果一个领导不能为他的部下考虑,那下属还会有人给他卖命吗? 刘振东说道,丁长生听了,点点头,说道,你能想到这一点,很好,脑子不是白涨的。 丁长生话没说完,尘尔淡推开一条门缝,说道,司书记来了。 丁长生和刘振东相识一笑,俩个人正在说着思南下的坏话,没想到思南下居然来了。 于是丁长生扭头走了出去,自从刘振东被转移到这里来之后,这里不但加了警察的岗哨,思南下也派了市委办公室的人来这里盯着,只要是刘振东有任何的需要,立刻汇报。 所以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丁长生刚刚到了,思南下就赶过来了。 司书记,您好,我刚刚还想带会去看您呢。 丁长生笑笑,伸手和思南下卧在了一起。 对于丁长生的这句客套话,思南下没有当作是客套话,刘振东被人黑了,丁长生万里迢迢地赶了回来,这足见丁长生对刘振东的重视,但是要想彻底解决问题。 丁长生还真是要找自己,不找自己,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 所以,思南下相信丁长生说的是实话。 振东怎么样了? 思南下点点头,先问了问刘振东的伤势道。 还可以,情绪稳定,没啥大问题,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了。 丁长生说道,嗯,那就好,你回来了就好,有时间来家里吃饭吧。 思南下对丁长生说道,我一定会上门拜访的,阿姨身体还好吧。 丁长生问道,很好,他没什么事,现在就是养生了。 思南下说道,丁长生再无下闻了,这让思南下有些失望,上次女儿回来,思南下还问他个人问题怎么样了,但依然是没结果,这让思南下很是苦恼。 人家的孩子都结婚生孩子了,像自己这么大的,都当了爷爷奶奶了,但是自己家姑娘不但没有孩子,连嫁出去都没有准头呢,他怎么能不担心? 他知道思佳怡对万有才有意思,但是那点意思到底有多大,这就很难说了。 所以,思南下也不好再问丁长生,哪有这么急切地把自己女儿嫁出去的? 再说了,丁长生是什么德行他心里清楚? 思南下进了病房,刘振东想要坐起来,但是试了几次都是白打,这个时候,医生也知道,思南下来了,赶紧走了进来。 思南下也好借机向医生询问刘振东的伤势。 伤得严重吗? 思南下问医生道,皮外伤很少,主要是内伤,胃肠皮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, 有一段小肠也有些受伤。 这些部位都不要手术,但是需要长期的静养。 可以这么说,下手的人很专业,知道怎么能让人受伤,但是却不被看出来。 医生不动声色地说道, 思南下的脸色很难看,但是却无可奈何,最后只能说道, 震东,你好好养伤,这笔账我和长生会替你讨回来的。 思南下没在病房待很久,丁长生把他送出了病房,并且把他送到了楼下的停车场。 思南下还没结束谈话的意思,又把丁长生叫到了车里继续谈。 你打算怎么办? 思南下问丁长生道, 我听司书记的,司书记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 丁长生把皮球踢了回去,说道, 那好,我还是坚持要把成功的案子办到底, 我还是需要震东这样的人, 但是有些时候,还需要借助外力, 就像是这次,震东被人黑了, 要是有你在白山,我想这样的事不会发生。 思南下说道, 我明白,我要待到过晚年再回去,这段时间够了吗? 丁长生问道, 嗯,到时候再说吧,白山是你的家乡,我也想把白山经营好,但是有成家人在,尤其是成千鹤在,什么事都难干好,成家人在白山吃了这么多年,也该让他们吐出来了。 长生,我知道你为什么离开了官场,这里确实是很脏,但是有我在, 我想把白山打扫得干净一些,我希望你能帮我一把,你说,我是为了政治前途也好,还是为了其他的也好,至少我没有往自己兜里穿一分钱,这一点,我还是可以保证的。 思南下对丁长生说道,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我信得过司书记,你放心,我会帮你把这事做完的。 有了丁长生的承诺,思南下的精神轻松了很多,这一次的确是给了他一个教训,感觉自己就像是康熙平三番,的确是着急了点,要是再缓一缓,说不定就没有这些事了呢。 但是自己等不及了,要尽快把这些毒瘤都摘除干净。 改革就是这样,到了目前这个阶段,该改的基本改的差不多了,再继续改下去,那就是拿人开刀了,拿人开刀,哪那些人该被开刀呢? 很明显,就是那些长期吃饱了喝足了的人。 平心而论,思南下到了白山这段时间,承千鹤够老实的了,没怎么和他对着干。 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承千鹤都是装聋作哑的,但是思南下还是容不下他。 因为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了成见之后,那是一种如梗在喉的感觉,不吐不快。 所以,尽管承千鹤很老实,可是不把他赶走,思南下心里依然是不舒服。 所以,当机会来临时,他还是没忍住,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白山的官场彻底刷新一遍。 他当然知道,这么多年了,承千鹤在白山经营的根深夜貌。 所以,一旦真的要把承千鹤拔除,那么白山就会空出来很多的位置,拔出萝卜带出泥。 更何况还是承千鹤这棵树呢,能带出来多少东西,还真是不可预期。 丁长生回到了病房里,脸色很凝重。 刘振东问道,丁菊,你和万有才联系过吗? 原件都在左剑东那里,左剑东可能会讲什么条件,一定要让万有才把那些东西都交出来。 只有有了那些原件,才能撇开成功的案子,从外围突破,最后就算是成功不承认,我们一样可以领口供叛他。 我知道,我这就联系他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此刻万有才和左茶宇住在四季酒店里,端着一杯红酒, 俯看着维多利亚港,旁边站着的是左茶宇,而在一旁的沙发上还坐着看电视的国家。 万有才可谓享受了其人之福,所以,他在这里没有左剑东躲避时的恐惧,也没有乔康在这里躲避时的焦虑,反倒是过得悠哉悠哉。 我们要是一直在这里住下去就好了,我都不想回去了。 左茶宇说道,老板,你不想回去,我可想回去啊。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? 万有才还没说话,郭家却接过去话茶问道。 两个人员